新的一年不止股市升 連商品市場都很旺場 油價升到板板升 有大行說夾多一兩成都不是問題 利好因素四面八方 油價踏約新一年已經升了半成 布蘭迪旗由一度突破70元的三年高位 只去年6月每桶40多美金摸底 反彈幅度超過五成 短線阻力重重 而短期合約亦都出現利淡訊號 現貨不停升 但明年12月到期的布蘭特旗由加格 竟然比今年12月合約出現4美元的折讓 有分析形容 這種折讓在旗由大牛市之中從未出現過 不過大行花旗就因應地緣局勢緊張的問題 看好油價 還說不排除推高升至80美元 全球最大操盤首之一的高盛 早前都預言 油市今年重返供求平衡 將油價預測調高5%至7% 近日全球最大油公司沙特亞美上市的消息不斷 有傳想在香港、紐約在內的幾個地方分階段上市 另一個短期影響油價的因素 在下星期18號 市場關注內地當日 是否會推出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 令到全球莊家重新洗牌 大家就要看著人民幣上來的期貨的活躍程度 因為現在最主要是國內的投資者 全部都在海外炒原油期貨 萬一真的那些盤都留在國內 環球原油期貨的交投下了 我相信美國一定有些招數對付你們在搞油市 如果交投多 我相信對於環球的油價是有少少影響的 因為你會吸引所有人回去國內炒 令到將來油價又可以炒一波 人民幣的匯率又可以炒